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硬喊然后很会打 一开始可能会觉得他是 比较腼腆的那种人 因为看了夜温 就是觉得他是 可能私底下是个比较少好温温如压的人 就见到才发现他是个非常健坦的 一个很活泼的 对 就是然后而且他就是 他会跳街舞 就很 对他跳舞跳得很厉害 这个应该大家都不知道吧 他有很兴奋的 把他就是以前跳舞的一些片段给我看 是真的跳得很厉害 从那些年到在一起 算起来陈妍熙在戏中都结过两次婚了 虽然吐槽拍在一起中的新娘时 要一直奔跑很辛苦 但是谈到自己梦想中的婚礼 陈妍熙的眼睛会发光哦 我喜欢小小温馨的婚礼耶 我会很希望真的请的人都是我很在乎的人 很熟很熟的亲朋好友来 然后大家 我想象中的是一个在海边的 然后等于是可能是有点像party那样子 就是大家在里面都是可以玩得很开心的 很疯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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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 然后是大家想到那个婚礼 都会觉得是一件很快乐的回忆 婚礼的样子都幻想出来了 那结婚对象呢 我觉得我有可能是会想婚那种人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什么事情都有可能能发生 也许这一秒觉得很喜欢这个人了 然后觉得很想要嫁 说不定也可以嫁 我还蛮爱撒娇的 我希望他可以就是 是可以一个让我依靠他的男生 可是我也还蛮喜欢照顾人的 我觉得是就是两边都有 就是要互相照顾了 也许并不多人知道的是 陈妍熙非常喜欢唱歌 而且还是一个全创作型歌手哦 我去年拍了四部电影 然后可是我觉得这没有特别之骄傲的 就是可是我觉得我在拍四部电影同时 我还同时在把我新专辑的十首歌都 demo都做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让我觉得还蛮骄傲的 就是等于是在拍戏的空档 只要有半天一天的时间 我就冲去做音乐这件事情 这张专辑我写了很久了 我从08年开始自己尝试去创作 所以08年到现在等于是我里面写的 所有的歌都是在我生命中发生一些重要的事件 或者是一些对我来讲有特殊意义的人 我为他们写的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2013年可以听到陈妍熙的新专辑 也祝电影在一起票房大卖吧 风行娱乐北京报道